不需要驾照也不用牌照却有着动力速度还不慢的电动自行车 近几年逐渐成为民众重要的逮捕工具 除了衍生的安全问题 桃园市交通局也发现有不少电动自行车长期占用收费机车格 但又因为没有牌照无法收费 也让真正需要停车的机车无法停车 因此交通局公告即日起电动自行车占用收费机车格 将会依为停取地开罚甚至脱掉 目前我们发现有蛮多大型的这种电动自行车 它是没有牌照的 停放在这些收费的机车格上 我们设置这些收费机车格是为了能够快速的周转 这些没有牌照的电动自行车放置在收费机车格 因为没有牌照 所以我们交通局没有办法向他收取停车费用 这些车主就有长期停放在收费机车格 造成收费机车格的空位没有办法周转 让真正有需要停车的机车骑士 找不到车格可以停 为了避免这样一个状况 交通局在7月8日已经公告 电动自行车是不可以停放在收费机车格上的 那为止我们会以这个大陆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那出于这个600元到1200元的罚款 但是交通局表示设置收费机车格是为了要提高车格周转率避免长期占用 让真正需要停车的车主有位置可以停 电动自行车如果占用收费车格可处600到1200元罚款 脱掉费则比造自行车 要领车的话也要请车主举证提供相关证明 才可以把车带回家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呢 为了增加这个商业区闹区的这个机车停车的周转 那所以呢我们陆陆续续的设置了1100多席的 这个即时收费机车格 这些即时的收费机车格呢 那除了前30分钟呢免费之外 那30分钟之后呢会以每30分钟5元的方式来收费 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骑士呢 如果有停放的需求呢 应该放置在没有收费的机车格 或者是自行车的专用停车架 交通局提醒民众 电动自行车可以停放无收费机车格跟自行车格 未来中央如果立法通过电动自行车要领牌 市府就会开放收费车格停放 但目前是不行的 违规占用会按围停取缔开罚 记者来我一桃园报道 kita reliever你一些需要让它们通过去 就可以关闻在一起 连转航车格 优优优独的 这个部分 我们下转发一下